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书报 我是主播Kelly 过年假期即将来临 你最讨厌过年的哪些事情呢 网络上票选出过年最讨厌的五件事情 这边先跟大家分享前三件 第一个是同样的菜色一吃再吃 从生育片吃到清蒸再吃到红烧 真的是非常的腻哦 再来第二个是临时吃太多开学压力大 很担心开学之后同学都不认识你吗 再来第三个是走春拍照连景点都看不到 照片里面全部都是人 连你去哪里都看不清楚 你也有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今年的假期想跟以往不一样吗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为大家送上函数多项事 让大家在过年期间遇到讨厌事情的时候 能发挥负负得正的效果 这狗子是谁写的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到是依次函数的部分哦 它又称之为现行函数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函数 函数其实呢 它是在描述变量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哦 其实呢 它就有点像是把一个数字丢到一个黑箱作业里面去 然后经过一连串的加减称出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答案这个就是函数啦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线型函数的部分 最简单的线型函数呢 就是画面上的这一个Y等于AX加B的形式 那在这个地方呢 A我们代表斜率 Y的部分呢我们代表的是结局哦 那再来A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称之它为常数函数 图形的话呢它会是一个水平线哦 那再来A如果不等于0的时候呢 它这时候会是一个一次函数图形的部分呢 就会是一个斜值线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次函数是怎么出现在考题上的哦 这一题它说呢 f of x 是一个一次函数 如果x每增加2的时候呢 它对应的Y值就会增加3 而且呢f of 0 的部分是-3 想要问这个方程式长什么样子哦 那这一题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方程式给列出来 f of x 等于 y 等于 AX加B哦 因为它说嘛是一个一次的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假设 再来下一步我们要用的资讯呢 其实是f of 0 等于-3 的这个地方哦 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呢 其实可以让你得到一个答案哦 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 y 的部分等于-3 那x 的部分如果带0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得到的是B 所以你就知道啊在这个地方 我们B算出来就是-3 那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方程式哦 我们的方程式更新完之后呢 它就会长成 y 等于 AX 减 3 啦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 X 增加2 对应的 Y 值增加3 的这个部分 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两个状态哦 第一个呢是原本的 X 好原本的 X 带进去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Y 等于 X 减 3 嘛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状况是 X 增加2 的状况 好那我们一样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的是 Y 等于 A 倍的 X 加2 再减 3 我们稍微化解一下呢 你可以得到的就会是 Y 等于 AX 加上 2A 减 3 哦 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它说这两个会差3嘛 所以我们直接的把它相减 好相减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们两个其实有可以抵消的地方啊 就是 AX 跟 AX 可以消掉 然后呢这个地方会变成负的 2A 负 3 跟负 3 也可以消掉 好它说减完之后呢 答案要是 3 那我们就可以把 A 算出来 它是负 2 分之 3 哦 好那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两个位之数都已经被算出来了 所以 Y 等于 2 分之 负 3 X 减 3 就会是这一题的答案啦 好那紧接着看到的呢 就是二次函数啦 那二次函数的假设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哦 那这个地方呢 要特别提醒大家 A B C 都要是实数哦 那这个地方呢 A 是不可以等于 0 的 那不然它的二次项就不见了嘛 再来这样子的图形呢 它会是一个抛物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东西要特别的注意哦 第一个呢 就是 A 大于 0 的话呢 它的开口会是向上的 如果 A 小于 0 的话呢 开口就会往下 再来绝对值 A 越大的话呢 代表它上升的越快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开口就会越小啦 再来另外一个呢 是绝对值 A 如果越小的话呢 它的开口整个就会越大哦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配方法 在这边介绍给大家哦 这边有一个范例 那我们就直接拿这个范例来做举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一步就是把二次方的系数给提出来 像这一题呢 就是把三给提出来啦 然后呢 里面就会剩下 X 平方 那这个地方会剩下-3 X 然后呢 正时期我们把它放在外面的地方 再来这边呢 就会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边到底要加多少呢 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可以把它背起来哦 就是中间的一半在平方哦 中间的一半 中间指的是这个-3哦 所以中间的一半是2分之-3 平方之后呢叫做4分之9 好 那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同学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 在这个地方你莫名其妙加了4分之9 后面就一定要扣掉啦 但是你一定要去考虑说 你前面还有一个三倍 所以其实呢 你不是真的加了4分之9 而是加了4分之27哦 所以最后呢 你就必须要把4分之27给扣掉 这样子就是配方法啦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包起来 就会变成三倍的 X减掉2分之3的平方 然后最后这两个常数项 再把它合起来 所以这样子减完之后呢 就会是4分之41 好 那接下来呢 右边的部分可以带大家看到 在二四方程式的部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假设可以用哦 第一个呢就是一般式 就是在你没有任何资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假设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如果这一题它有告诉你顶点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顶点式啦 那分别呢 就帮我把顶点放在这个地方哦 所以像这一题里面呢 它的顶点就会是ks 好 再来最后一个呢 是比较少见的两点式 两点式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会用在当你有这个抛物线 跟X轴的两个焦点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两点式啦 带大家来看一下二色函数的题目 这一题它说呢 二色函数然后方程式长这个样子 它的顶点呢是1-3 而且呢通过2-1这个点哦 它希望可以知道的是 A-B加C是多少 所以像这一题呢 我们可以先用刚刚教你的顶点式来列式哦 所以我们就来假设一下 Y等于A倍的X-1的平方再-3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给的第二个资讯 它说通过点2-1嘛 所以我们把点2-1代入 好 带入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1等于A-3哦 透过一项呢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A叫做2啦 那你有了一个新的资讯 就要去更新你的方程式哦 所以你的方程式更新完之后呢 它应该会长成 Y等于2倍的X-1的平方再-3 那其实你所有资讯都已经有了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盛开来 就可以做对照咯 把它盛开来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X平方减掉2X加1 再减掉3 我们再把前面的2乘进去 就可以得到 2X平方减4X加2再减3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去做个对照哦 你可以看到的是 A的部分呢 就会是正2 然后呢 B的部分呢 就会是我们的-4啦 最后呢 C的部分就会是我们2-3之后的结果 就是-1啦 那我们再把它带到题目要的这个方程式里面去 它就会变成 A-4-1 所以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是2加4-1 答案就是5哦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我们就会选1咯 数学生到这边大家都累了吗 先休息一下 跟大家继续分享过年最讨厌的两件事情吧 第四个呢 是在返向的车潮度过一整天 还有第五个呢 是亲戚的假观星争嘲讽 该怎么避免这两件事情呢 大家应该都想到了 就是在车程上面努力的用功读书 明年过年再回来血迟啦 那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观念 二次函数的应用问题 在应用问题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只要谨记四个步骤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去假设我们的未知数 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列出关西式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解方程式 那最后第四个呢 就是去验证你的答案 还有把你的答案给写上去啦 那这个地方呢 为大家准备了一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地方它说呢 农夫种了10棵柠檬树 平均每一棵呢 它年产量是210个柠檬 那如果说我们加或减一棵柠檬树的话呢 它的年产量会减少 或者是增加11个柠檬喔 那这个农夫到底应该要种多少颗 才能够使年产量最多 然后这个状况之下的年产量 到底是几个呢 我们一起来操作看看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假设未知数啦 我们可以假设我们要多种了X颗 好 再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的年产量喔 我们的产量 总共会是Y颗柠檬 好下一步呢 就是列出我们的关系式啦 关系式的部分该怎么列呢 我们可以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总量是被算出来的 是多少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用我们颗数 去乘以每一颗 它能够产出多少个柠檬喔 所以说我们把它列出来 会变成10加上X 再乘上210扣掉11倍的X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方程式给列出来啦 那下一步呢 就是去把这个方程式给解出来 所以当我们乘开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11X平方 然后呢加上100X 再加上2100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配方法的部分喔 所以你会得到的是-11倍的X 减掉11分之50的平方 加上2100 再加上11分之25喔 好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究竟答案该怎么写喔 所以说在这里啊 你会看到 其实我的X它会是一个分数耶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重数的时候 不可能是重一个分数的科数嘛 这太奇怪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去找一个最接近的值 像在这里呢 最接近的值就会是5 所以说我们就找X等于5 让它是一个我们最合适的状态 所以呢它就是多重5颗 那多重5颗它的总产量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带进我们的关系式 来把它算出来喔 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15乘上155 就可以得到答案是32325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你总共要种15颗柠檬树 然后总产量呢就是2325颗柠檬啦 这边呢在带大家操作一题比较不一样的应用问题喔 这一题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图形的 一起来看一下题目 它说有一栋建筑物里面呢 从5公尺高的窗户斜着向外去喷水喔 然后喷出来的水呢 是垂直于墙壁的平面上面 画出一条泡物线如下面这一张图喔 它的顶点呢跟墙的距离呢是1公尺 而且呢距离墙面3公尺处落到地面上 想要问的是呢水柱最高点 它的高度距离地面是多少公尺喔 这一题的话呢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技巧 叫做坐标化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抛物线上啊 其实有非常多个点 但其实呢那些点的坐标 我们都是可以标上去的喔 比如说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顶点 它其实是1K 好然后呢这个窗户往外喷的这个点呢 它会是05 那最后呢水柱落下来的这个点呢 它会是30喔 好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来假设我们的方程式了 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有顶点可以使用顶点式来列式 所以就可以得到Y等于A倍的X-1的平方再加上K 那再来呢我们只要带入在抛物线上的两个点 就可以把两个位置数给求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的点可以是05还有3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把05带入的时候呢 会得到什么样的方程式喔 在这个地方把05带入你会得到 5等于A倍 好等一下喔 剪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你会得到5等于A加上K喔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点 再来呢我们另外一个点选的是30 所以30带入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0等于4A加K 好两式相减喔 你可以得到的是 A的部分呢就会等于3分之-5 在这个地方K你可以得到的是3分之2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程式到底长什么样子喔 你可以得到的是Y等于3分之-5倍的X-1的平方 再加上3分之20 好他说呢这个水柱之最高点它距离地面是多少公尺 你就把1带进去 其实它是我们的顶点嘛 所以同学如果说你对二次函数比较熟悉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3分之20 就会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所以呢我们最高点距离地面就是3分之20公尺啦 好了本期的重点就是这样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牛年新大运 更多数报请锁定每周更新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